平台经济的,Arnold刚才叫大家可以留意一下700、9988或者3690 这个朋友是Alvin来的,他就说 京东和美权的请问你会怎样选择呢? 他说都是平台经济,他觉得就请教你,哪一个较为实在 他自己就较倾向这个9618京东的 我又想问一下你的意见,你又怎样选择呢? 我从字面上回答,实在,京东是比较实在的 整体现言说要赚钱,盈利前景会清晰一点 但是实在,其实美团的业务是疏离得很重要的 你虽然看到美团上市资金,都没什么赚过钱的 但你要记住主要是给新业务,公司太过进取 才出现这些状况,而他的核心业务 无论是盗店,点停,又或者在外卖业务上 那个盈利能力,或者整体那个 实在的程度,是比京东是过之二无不及的 是不是叫过之二无不及?我突然搞不到 总之是优胜很多,因为问题在外卖业务上 其实在环球市场上,都是说一定有得做的 就是你不会舍着来做 现在美团的问题 就真的在说在新业务上的整体拖累 但是你看为什么业绩之后炒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美团在这么多平台股当中 整新业务上 是叫做最成功的一位 你要记住新业务,不会突然间 出来之后,立即马上赚钱 没那么大个甲脑脑脑,但是问题上 做到规模效应,接着开始赚到钱 美团这方面的能力 是比任何的平台股 是更加之强 所以我只能说美团是一种最高风险的回报 如果你假设很进取轟轟轟烈的去博 我要博一些什么呢? 就真的博美团 但是你如果要实在稳定一点 那就是退球形式京东,所以就是斟酌你的字眼 你想要些什麼 我們覺得穩穩陣陣就是騰訊、阿里巴巴這些 但如果你進取型的 的確可以想京東 或者美團位置 但是京東方面其實你看業績上面 都帶來多少的不明朗風險因素在 所以假設都是進取的 我比較喜歡美團多些 但是就又是了 這一刻這個 你看到市況正在升那段時間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OK的股份 全部都是高水平 你去追 會有一定的風險在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這些位置上車的 160元買駁它上180元這些位置 回到140元的時候 考慮再溝多一注 那我覺得 美團來講都是一些比較錯的股份 但是如果反正你都是要風風光光 進進翠翠地去駁的時候 美團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